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察昨天拘捕了四個人 而且凍結了一個七千萬元的戶口 涉及升火同盟 當然在網路上引起了民怨沸騰 港大學生會的張崑陽 他講了一個信息 值得大家去聽 他說收到美國國會方便的消息 他們已經有人留意得到 匯豐之前取消了升火的帳號 然後香港警察今天又很巧合地凍結了升火七千萬元的資產 美國國會有人在考慮 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制裁匯豐 他還說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資本帳一定是自由流動的 今天可以考納明目地凍結升火 明天一樣可以控制外資 全球經濟利益就會因為中國的政治命令 而隨時受損 他亦呼籲大家可以在Twitter瘋狂洗版 把這宗新聞傳遞到國際社會當中 根據特區政府在外國的報章燈的廣告 其實資金自由流通 都是他們的賣點之一 他們的廣告有九大賣點 包括哪九個賣點呢 就是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資訊流通的自由 資金流通的自由 自由兌換貨幣 自由貿易 出入境的自由 宗教自由 以及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在這九大賣點當中 資金流通的自由 在這次升火的事件當中遭到質疑 但是你看看其他賣點 根本上很多都會受到質疑 包括言論自由 大家記得高院曾經出過禁制令 針對Telegram 或者連登 點名被人針對 然後出版自由 有些記者被人打 在採訪期間 被人射中眼 射盲眼 這些是否出版自由 然後宗教自由 射藍水 對著清真寺 出入境自由 有些外國記者不准入境香港 美國商會主席和會長 就去不了澳門 這些是否你所說的出入境自由 其實真是笑死人 經常在外國登這些廣告 在這個資訊流通的社會 其實你需要登這些東西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宣傳到香港 自欺欺人 浪費了這些錢 人家一上網就已經什麼都看了 將這些畫面 洗鬼你這樣寫那麼大堆 大堆垃圾 浪費了納稅人的錢 再說說另一件事 是關於匯豐銀行 原來有人踢爆他們 在上個月的19號 曾經進建港澳辦 港澳辦在他們的官方網站公佈 副主任黃柳權 在11月19日的下午 在港澳辦匯見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黃東盛 所率領的 匯豐銀行亞太區董事的一眾人員 網站上載了兩張照片 一張是黃柳權主任和黃東盛的合照 另一張是大合照 但網站上沒有透露雙方會面的細節 不過在兩天後 在匯豐銀行的戶口中被人終止了 到底這兩件事有沒有關聯呢 當然我不能夠很武斷地說有 因為我的節目秉持原則 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 大家亦有自行聯想 而且大家還要記得一件事 原來昨天新華社的報導 踢爆了林鄭 曾經去到北京述職時提及 特區政府的下一步工作設想 到底他的下一步工作設想包括什麼呢 當然他不會很清楚明白地交代內容 但就留了一個非常大的遮想空間給市民 到底會不會包括打壓一些異己的銀行戶口呢 不得而知 最好要他自己出來公開交代 昨天除了星火遭到大清算以外 原來還有另一宗新聞 警察就在他們的Facebook專頁說到 前天在旺角一個單位抓了一名早前被控告暴動 以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但缺席法庭零訊而被通緝的一名25歲男子 他拘捕這個男人就算了 原來他還拘捕了另外一對男女 以這個協助罪犯罪 拘捕了提供住宿給這個男子的30歲女人和40歲男人 警察就說什麼呢 他說協助罪犯是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的是可判處10年的監禁 呼籲市民切勿以身事發 老實說 人家未必知情的是不是呀 你這樣真的亂拘捕?這些是不是屬於濫捕?是不是很大嫌疑? 有什麼搞錯? 你租一個單位給別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審查他這麼多東西? 怎麼查? 到底一個人有沒有被通緝 去哪裡查?請問你警察? 有這樣的機制去查的嗎? 你說做工作 你就簽一張同意書給別人查 你有沒有案底? 一個人有沒有被通緝是可以查的嗎?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制可以查 如果沒有這個機制查得到的話 你就更加不應該去抓這對男女 他未必知道的 無論他是租給這個男人 或者是提供住宿給這個男人 你怎麼確定得到他一定是所謂包庇罪犯 協助罪犯 更何況這個人被通緝 他也未定罪 你就說他協助罪犯 他未定罪 在香港無罪假定 我完全不明白你這些行為不可理喻了 就只要挑起民怨 你不僅如此挑起民怨 你自己的警察基金 去籌款 被人寫出來了 原來你警察三大基金 哪三大基金呢? 警察福利基金 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以及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 原來呢 在過去的五年累計收了兩億一千萬的捐款 這些你不去查的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現行的警隊條例 只要警務處署長或者他授權的人士批准 就可以接受捐款了 你自己就任捐都可以 你有什麼資產呢? 警察福利基金2.04億 子女教育基金1.05億 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5400萬 你自己籌這麼多錢就可以了 籌錢給你全部都是有頭有面大粒人士來的 包括在6月11日至7月18日 在今年 至少籌了1630萬 最大手筆的就捐出1000萬 那個就叫做香港友好協進會 榮譽贊助人就是董建華和梁振英 會長就是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 這些你就可以接受他 捐一千萬都可以 你又不去查是否洗黑錢 多餘的 你就說升火那些是黑錢 那些是市民捐的 很多都是 是不是 就不像你警察那麼巴士兵 捐給你的人全部都是有頭有面大粒人士來的 還有些什麼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 捐一百萬 基金主席就是信和集團的副主席王永光 還有什麼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香港總會捐一百萬 香港喬戒社團聯會 又捐一百萬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又一百萬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簡稱香港中出那個 真的 又捐一百萬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儀會 和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合共捐一百萬 這些根本就是 很厲害了 你有這麼多錢 你為什麼自己捐就可以了 你自己接受這些捐款就可以了 因為你警務處處長批准就可以了 別人那些 別人那些就花黑錢了 是不是 你叫市民服不服你 你告訴別人 這些就叫法治了 你就做什麼都可以 別人做什麼都不行 你說這些是不是冤禮他 你大家說一下道理吧 那些大律師 那些人都出來質疑你 昨天有線訪問 是不是 不知所謂 別人搞眾籌協助的 那些只是被捕人士 想他們在財政上有些支援 你就說這是洗黑錢的 你自己的警察就可以籌這麼多錢 就沒事 你那些全都是白錢 你做什麼都對的 你做什麼都符合法治的 真的浪費氣 好了 最後就說一宗 不知道算不算是好消息 就給大家聽吧 關於德國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可能就有一點微目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停上網搞聯署 而其中德國 有一個聯署 如果達了標的話 德方就將會召開宮廷會 去回應香港的人道危機 關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問到底會不會通過得到呢 其實就好看這個宮廷會的結果 其實這個聯署本來長期都不夠人 但可能香港人都習慣做dead night fighter 在最後一刻才選擇衝線 結果25日截止 即是聖誕節就截止 最後就在昨天達了標 德國就開了這個宮廷會 聽聽香港人的心聲 如果有需要就立起這個法案 反正香港的官員和警察 似乎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是不是 美國通過了這個人權法 還有這個全球馬格尼茨基 人權問責法 他們全部都不怕 因為他們有這個 偉大祖國做靠山 是不是 他們退休去哪裡 去偉大的大灣區 是不是 洗鬼去美國 對的了 他們去哪裡 去珠海中山 江門 那些 是不是 用不去紐約 用不去三藩市 不用去 是不是 去大灣區 退休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